榴莲树开花了,农民到底正在做什么呢? 除了在榴莲圆做工,到底农民在做什么东西呢? 来,我们今天不在榴莲圆,我们今天在外面,带你们过去看看。 今天就跟我的父亲到了这家店,这家店的农主蛮年轻的,跟他聊着聊着, 发现原来这是他父亲开窗的事业,这间店虽然不大,里面却什么东西都有。 这是不是人家说的,麻雀虽小,五丈俱全? 好啦,随便买几样东西哦,就花了两千多块马币。 哎呀,我的妈老兄,大家啊,来看看下,这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呢? 就努力去赚钱的嘛。 还有还有,各位网友,榴莲呢,会不会涨价呢? 就要看大家了,因为谁料都涨价了。 来,我这边就要呼应一下,马币,马币啊,要整齐一点,不然的, 很快,我们就变成麻痹麻痹了。 好,我们玩买完了,我们就要去做公鞋,拜拜,下次我们再见。 大船